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课 上一章我们讲了直流电机的基本理论 基本理论主要是针对直流发电机和直流电动机 它的方程式,几个方程式 特别是电式表达式 还有电式平衡,转机表达式,转机平衡 还有功力平衡等等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那么这一章我们讲直流发电机的特性 直流发电机的特性不外乎有空载特性和外特性 那么下面我们先来讲直流 它与直流发电机的特性 这个类似方式不同 它的特性也不一样 我们分别按照他力士,病力士和负力士直流发电机 按照他们这个规律来分析他们的特性 对于他力直流发电机 直流发电源上 直流电源的电压一般有规定的额定的例次电压 那么这个是电数 电数熬组一个圆,两个电刷 当然这两个电刷现在国家标准可以不画 当然画上也强调一下 那么然后接个开关 接开关这边是负载电阻了 L代表负载的含义 RL就是负载电阻 那么我们这是它的界限图 当然按道理还应该 历次老组这儿穿一个直流的电流表 那么在电数电流这儿呢 也应该穿一个这个电数电流的 这个电数电流 测电数电流的表 电流表 那么在这儿呢 再接一个电压表 接一个并上去 一个电压表 那么这个线路接完之后呢 就可以做实验了 第一个实验我们叫做空载实验 所以空载实验呢 这是个开关 不要合上去 不要合上去 就是说啊 这个塔利直流发电机的 RA等于0 原动机呢 或者外力呢 是转子以每分钟 N转旋转 N转旋转 那么这时候调节啊 这个粒子啊 电流调节这个电流 实际上就是调节电阻了 或者是接成分压器的形式 这是电位器的界限 那么就可以调节粒子电流了 调节粒子电流 这个电流表 这个读数和 这边啊 空载受的电压的读数 啊 就是我们说的啊 塔利直流发电机的空载特性了 这个读数之间的关系 划一个曲线 就是空载特性曲线 我们具体的说明 就是开路特性呢 又叫空载特性啊 那么通过空载实验测出来的 它的定义呢 可以这么说 当啊 外力式转子 以每分钟 N转旋转 N转实际上 就是这台电机的 额定转速 那么 因为负载呢 是开路的 开路的 所以呢 我们说Ri呢 等于0 Ri就是叫负载电流 因为塔利的时候 经过负载的电流 Ri就等于电数电流 那么 因为塔等于0了 所以就叫开路特性 有的书上呢 叫做空载特性 然后呢 我们改变 在这个条件下 改变利次电流 那么输出的 电数上的电压 为了区别 不是在负载 所以我们下标为0的 就是空载电压 这个空载电压 随着利次电流 变化的关系 我们就称之为 空载特性 或者是开路特性 那么 这个曲线呢 这个曲线的形状 应该说 是这个 做出来以后呢 它应该是两条曲线 两条曲线 那么 这两条曲线呢 这个曲中间的值 比如说这条线呢 可以做出来是这样的 在它旁边 过去上去 上去以后 然后呢 再把利次电流啊 这个 再把利次电流呢 这不是增加了吗 再把利次点减小 由于词质的影响 这条线它不回去了 就是由于圣词啊 还有词画 词质的影响 所以就是上面的一条线 上面一条线 然后我们呢 重坐标画下平行线 两条线的中间那条线 就是这条线 那么在做实验的时候呢 只能单方向调节 就是上升分支啊 和下降分支啊 就是上升的时候啊 这个电流一直上升 那么电压的更多上升啊 那么下降的时候 电流一直下降啊 那么电压也更多下降 我们本来呢 这是一个什么呢 向当于辞职回线 做出来是个回线 应该if呢 从负的啊 从正的变 最小值0 变到比较大的值 然后再减小 减小可以反方向啊 再增加 那么这个呢 是做出来一个呃 增加以后再减小啊 那么它呢 可以是这个 可以做一个这个回线 但是这个回线呢 我们用的是中间这一条线啊 中间这一条线 因此啊 我们说这条线啊 就是一个啊 这个平均值的线啊 开路特性平均值的线 那么呃 这个曲线的形状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啊 我们来分析一下 空的电压呢 本来呢 电视平衡方程式啊 上次课我们讲了 电视平衡方程式等于什么呢 又等于电视啊 减去啊 电阻压降 还有电刷压降 或者是EA呢 等于U 再啊 这个加上 IARA 再加上两倍的dataUS 那么现在呢 我们说这空载电压 因为空载时候 也就开路的时候 这个 这个压降呢 是等于零的 因此呢 游零就等于EA了 EA呢 是等于什么呢 我们上次课推倒过了 电视表达是 是C5N C5N 那么 既然是这样的公式 我们就说呀 它历史发电机 由于这个磁通呢 这个 这个磁通呢 是在历次电流不变的时候 得到的 但是我对磁通在变化啊 转速不变 转速不变 所以呢 就是EA和Fi之间的关系了 EA和Fi EA呢 就是正比以Fi EA和正比以Fi 实际上就这个意思 那么 电视呢 对应于的 就是重坐标 U0 U0就实际上就是EA 是吧 EA 那么 但是呢 它也正比于什么呢 就是B B呢 是什么呢 就是磁通密度 磁通密度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我们说 这个电压 前面我们讲过啊 电压呢 正比于这个 实际上正比于磁通 就做这个公式上看 因为磁通呢 和磁通密度呢 又是差了一个界面级 所以重坐标啊 实际上是空载电压 又是 这个磁通密 磁通量 又是正比于磁通密度 而横坐标呢 横坐标呢 这本来是电流 电流 但是实际上电流呢 正比磁氏 磁氏 就是这个磁氏 磁氏呢 就是电流成上杂数了 那么 那么磁氏呢 也等于磁压降 就是在一定条件下 磁干硬强度 和磁路的长度的成绩 所以实际上 就是磁氏 磁通氏 电流 还有H 磁干硬强度 就是重坐标 因此就是空载特性曲线 尤零和F的关系 最后又归结为 φ和F的关系 又归结为B 磁通密度和磁干硬强度 H 它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关系式 或者是 磁化曲线 磁化曲线 因此我们说 开路特性呢 与这个磁路的磁化曲线的形状呢 完全是 成正比的 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说 在求空载特性曲线的时候 我说过 实际上 就是磁性材料的 基本磁化曲线 是一致的 另外我们通过 这个特性曲线 能干什么呀 能做些什么事呢 我想呢 就两点 给大家说明一下 当 我把这个曲线呢 画出来以后 画出来以后 也就是两条曲线 中间这个值 然后画出来以后啊 应该 这是按照 这个横坐标呢 是多少安倍数 就是粒子电流 应该把单位量纲写上去 那么这个是按比利池写出来 比如说一个厘米 代表 多少毫安 或者多少安倍 都要标上去 然后重则量呢 是多少伏特 多少伏特 那么 也罢 按照比利池呢 给它标上去 标上去以后啊 再找出来 这台电机的额定变压是多少 额定变压呢 电机设计 一般是在这个曲线的弯曲部分 弯曲部分 那么就在这个位置 或者在高一点 或者在低一点 在这个位置 求出来以后呢 我们说这个空载特性 或者叫开路特性 它的曲线的 这个做出来以后呢 就可以求出来一个点 这个点呢 叫工作点 这工作点呢 实际上就是 求出来电机的饱和程度 电机的饱和程度啊 按照比利池 可以这样来求 就是在电机设计里边 有一个饱和系数 这个饱和系数啊 就是从这一点 到这一点的长度啊 或者是电流数 这个电流数 除以这一点 到这一点的啊 这个长度啊 或者是电流 粒子电流数 那么得出来的 就叫做饱和系数 饱和系数 那么这条线是什么呢 这条线就是 这个曲线的 这一段的切线 这个切线呢 就是叫气 我们又叫气息线 因为这个呲压降呢 主要是降在气息里边了 那么如果啊 这个电流继续增加 磁场强度继续增加的话 那么由于呲压降呢 有降到贴系里边了 那么它是非线性 贴系里边的 磁道率是非线性的 所以它就弯曲了 因此我们说 把这个线性的画出来 那么这个焦点 对应的这个值 那么这个长度 去除这个长度 就是饱和系数了 饱和系数一般是大于1的 因为被除数呢 是这个长的 除数呢是这个 所以一般呢 是大于1.1 一般大于1.1 像1.25到1.35啊 一般认为叫中饱和 当然国家标准 有具体的规定 有高宝盒 低宝盒 中宝盒 一般的电机设计 是在宝盒状态 就是确定 这个电机的 死性材料的工作点 工作点 相当于这个 那么为什么要确定 这个工作点 给大家说一下 比方说这个焦点呢 是A点的话 如果你的电压 设计的比较 大了一些 还是这种材料高了 我们叫动作标呢 又叫磁通密度 这个磁通密度高了以后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高到这儿 也就是电压高了 那么是不是它的焦点呢 就在这个位置了吧 大概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意味着 利次电流就高了 利次电流高了以后 产生同样大的磁场 杂数如果不变的话 电流就大了 电流大了以后 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就会出现啊 它这个需要的啊 这个铜线呢 就会出一些啊 或者呢 电机要发热的啊 电这个利次饶组能要发热啊 影响影响啊 这个利次饶组的寿命啊 那么也就是比较非铜线啊 比较非铜线 这个工作点比较高了 A在这一点的话 或者在后边的话 电流就比较大了 比较非铜线 那第一个呢 第一个不是省铜线吗 但是低了以后啊 磁通密度比较低 假如说A点呢 放到这儿 这个意味着这个电机啊 就是贴心的比较浪费 本来这个贴心呢 比如说啊 那么在一定量啊 一定程度上这么大的贴心啊 人家可以这个电机呢 人家可以出啊 比方说啊 这个50瓦的力啊 50瓦的功率 但是啊 你如果涉及到这儿 可能只有二三十瓦了 所以就小了小了 所以就是比较 同样大的电机呢 那这样的话就啊 输出功率小了 就效率就低了 或者说比较费贴心 浪费贴心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 这个开路特性曲线的原因啊 或者叫空载特性啊 原因 那么 它里制度发电机呢 外特性啊 外特性 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刚才那个图啊 刚才这个图啊 就对于这个图呢 我们把开关给它合上去 但是合上之前 这必须还得有一些注意的事项 这个圆 这个圆边的电压呢 还是应该加上去 这个不是叫圆边啊 叫做什么呀 就是历次电压 还是加着的 加上去 加上去以后啊 我这边要合的话 是不是这个负载电阻啊 是可调电阻 给它调的大一些 电阻值大一些 电阻值大了 这个电势不变的话 就是电流就小了嘛 那么电阻大的时候啊 这个电机呢 还在旋转 历次电还加上来 你这合上去呢 就没有大的冲击电流 对电机呢 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那么所以呢 在电阻比较大的时候 我给它合上去 合上去 合上去以后 然后呢 再调节一个点 这个点呢 就叫额定点 额定工作点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做的是 外特性实验 刚才是这个开关不合 叫空载特性 或者叫开路特性 现在呢 我要做外特性 所谓外特性呢 就是我的改变 这个负载电阻 你这个例子呢 保证在长输的情况下 转速是长输的时候 这个电压 这当然这接着有电压表了 这还有接着有电流表 这经过负载的电流 啊 还有负载上的电压 它们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就称之为外特性 外特性 那么就是他一直都 直流发电机的外特性 是怎么描述的呢 我们是这么说的 那当电机的转速 等于长输的时候 还有啊 这个例子的电阻啊 也等于长输的时候 然后改变负载电阻 这个负载上的电 端电压啊 就是电机的端电压 就是电数端电压 随着啊 负载电流变化的关系 我们就称之为啊 发电机的外特性 直流发电机的外特性 啊 就这样 那么 这个图呢 我们看过了啊 就是电压和电流之间啊 我们说啊 这个变化的关系 取上啊 五到七组值就可以了 空载特性呢 一般是取啊 这一条曲线呢 是取七到九组值 那么上升分值 七到九组 下降分值 七到九组 然后取平均值啊 就这样 那么在 现在呢 我们讲外特性 外特性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它的定义 现在再叙述一下啊 当 啊 外力拖动 直流发电机的转自以每分钟N转一般是额定转速旋转啊 然后利词电流啊 等于常数的时候 利词电流呢 就是刚才我们加上去以后 这个等于常数啊 还是应该强调一下 怎么样保证它这个常数 这个常数不是随便调的 像电机要做外特性的话 这个是额定转速 必须达到额定转速 而这个呢是额定的例词 额能额定的例词怎么调呢 有三点啊 要写一下 一个额定电压 就是你这个要调到你的例词电压 这个例词电压和你的转速要同时调节的 原动机的转速 原动机啊 一般不是无穷大的啊 那么我要同时调节 调节转速 调节啊 负载电 电阻 调节负载电阻到多少呢 到这个额定电流 然后再调节呢 利词电流到额定电压 那么调到啊 注意了 要记这个常数怎么记呢 调到UN额定电压 IN额定电流 NN 就是下标是大线的N 上 主标呢 就是N 那在三个额定值时 调出来的那个RF值 再看一下 就这个 我调节什么呢 这个负载电阻啊 看着什么呢 看着这电流表调 这个电流表啊 就是这台电机的额定电流 而调节这个 利词电阻的时候 看着什么电压表调 这有个电压表 就是到达额定电压 还有调节圆动机 是圆动机脱动它转的 圆动机的时候 看着它的额定转速 看着转速表调 到了额定转速 也就是额定转速 额定电压 额定电流时 这个RF这三个人是同时默契配合调节出来的值 那么这时候 这个RF啊 就不要动了 也就是我们保证 利词电流等于常数 就这个情况下 那么在这个时候 把这一点就调出来了 就是这个曲线的A点 我仍未定一个A点 就调出来了 就是额定电压 额定电流 电流 还有一个额定转速 调出来了 调出了以后 这一点先记一下 这个不用记 实际上就是 这台电机的名盘上的值 名盘上值呢 就是额定电压 和额定电流 对吧 那么这个 那么另外呢 我们要注意了 这个值调完了以后 再往下边 你还有这个曲线 不能是一点就划出来了 还要把这些点调出来 比如说 比方说 我们呢 一般做这个实验呢 这个电流如果大的话 电流如果大的话 大家注意 大的话呢 就是往这调了 相当于把负载电阻 让大家减小啊 应该把负载电阻减小 减小以后 电流就大了 电流就大了 那么减小 不要减小的太多 我们一般这个电流啊 在这儿 或者在这儿 不能超过 你这个额定电流的 1.2倍左右 1.2倍 因为超载了以后 对电机的电数 饶足不利的 所以我们在做教学实验的时候 这个点干脆就不让做了 即使要做 要做得很快 要做快一点 把这时候的电流 电流值 还有电压 电压比额定电压 低一点 求出来 求出来以后 赶快把负载电流 求出来以后呢 就记上 记到数据上了 第一个数据就是 上面是右 下面是I 这个额定电压 额定电流 寄过来 然后再寄一个超载的值 超过额定电流值 记下电压电流 然后再把它降低 电流降低 电流减少 负载电流减少 意味着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负载电阻 调节了 调节的时候 这个 它的电流 就减少了 把负载电阻增大 电流减少 减少多少 减少 我们计 五到七组织吧 这是第一组织 第二组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最后一个 空载电压 就可以了 那么也就是 调节负载电阻 增大一点 然后再保证 额定转速不变了 这个条件不能变 你这个前边 这个值就不要变了 那个 历次电阻的外传电阻 或者是 非压器 不要再变化了 不要变化 你这时候 就是只需要 调节负载电阻 调节负载电阻以后 可能转速会变化 再调原动机的转速 使它等于 额定转速 然后再记录 然后再调一个负载电阻 就再增大一点 再记录这个值 怎么样了 就是把负载电阻 先增大 增大了以后 然后把转速 调到额定值 就是先变电阻 第一步区 第二步区 先看看转速 找到额定 第三步区 做记录 记录电压和电流 然后再 依次累推 记录 无道 记录值 不要忘了 最后一个值还要记 就是 把它的 负载啊 给它开录 开关 给它 断开 断开 把这 R等于0的时候 另外 不要忘了 转速等于常数 再记录一下 这时候的空带电压 这个值啊 记一下比较好 在做实验的时候 那么 这个值记下来以后 然后 额定电压 有个值 这个值记下来以后啊 直接就可以算出来 一个国家标准规定的啊 这个发电机的啊 一个指标 叫什么呢 就叫做电压调整率啊 电压调整率 那么电压调整率啊 怎么求呢 这是个公式 这个公式呢 就是这一点的值 由0 减去这台电机的额定电压 之后 再除以这台电机的额定电压 那么用百分数来表示 大概 塔利直路发电机的 电压调整率 从5%到10%之间 啊 注意这是5%到10% 应该这一个括弱 就是这个思想啊 那么 这个呢 就是我们通过外特性 求了一个指标 空带特性 就是刚才我们就讲的啊 这个开路特性 求了一个什么指标啊 也有个指标 叫点击设计上一个参考值 叫保护系数 在这儿 负载实验 我们是要求电压变化率 或者叫电压调整率的 那什么叫电压调整率呢 电压调整率啊 就是反映了直流发电机的 电数电压 从空载到满载 所谓满载就是额定电流 所对应的那个电压 满载时的电压 从空载电压到满载时的电压 啊 他这个啊 端电压变化的程度 我们就用这个公式来表示 就定义为直流发电机的电压调整率 啊 就是这么规定的 以后呢 我们电机学里边讲啊 凡是啊 发电机 包括我们下一个电机要讲的变压器 他都有这个指标 就是电压调整率 来衡量 这台电机或者变压器的 这个性能如何 这是个性能指标之一 好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曲线也求出来了 指标也求出来了 对理论上的分析呢 我想应该要知道 一个理由是什么 就是为什么呀 这个外特性曲线是随着负载电流的增大 它呢 使电压呢 有减小的趋势呢 那我们的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为什么它是减少的 这个曲线为什么不上翘呢 为什么不是平的呢 好 现在我给大家回答 我在这呢 写了两句话 应该说 有两个因素 引起了端电压的下降 当然这个端电压的下降 条件是负载电流增加的时候 使得电数端电压的值有所下降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我们说 应该这么说 就是由于电数电阻压降的存在 第一句话 是由于电数电阻压降的存在 第一句话 我先把这两句话讲完 请大家记录一下 第二句话是 由于电数反应的去此作用 由于电数反应的去此作用 就是这两个原因 使得负载电流增加 电压下降 这是主要的原因 也是肯定的 也是肯定的 我们先来说一下 为什么呢 你看 电数 你现在带了负载 负载了 这个I 实际上就等于 IA 就是电数电流 因为是他历史 你这个电数增大了以后 即使说电刷压降不变 那么这个压降大了以后 是不是意味着 这个电数如果不变 先不说电数 那么电数不变的话 是不是这个电压就减少了 这个多了给零 应该是U 那么这个电压就减少了 因此负载是的 U0是这个值 我现在说 最多这个负载变化 负载电流增加 那么这是个减化 那么电压就要下降了 所以电流增加了 才有下降的趋势 这是第一个原因 由于电数电数压降的存在 第二个原因 我们说由于电数反应的去此作用 第二个原因 电数反应的去此作用 这个我们在讲电数反应的时候 讲过两个结论 它有胶住电数反应和直住电数反应 一般的电机肯定有胶住电数反应 而直住电数反应是在电刷 偏利理论位置才存在的 那么胶住电数反应 我们说有两个结论 胶住电数反应的结论 两个一个是属次上的波形机枚 第二个我们说的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电数反应具有一定的饱和去此作用 也就是这个去此由于饱和 设计的是饱和时候 所以饱和引起的去此效应 也就是说一面向的磁密增多 另一半其面向的磁密减少 但是减少的量比增加的量多 因此我们说电数反应具有一定的去此作用 由于这两个原因使得去此下降了 所以这没有什么好讲的 为什么下降的原因 大家理解了吧 这是直流 胶利直流反应的外特性 还有空载特性刚才讲的 我们已经讲过了 那么这个有的书上讲了调整特性 我们顺便说明一下调整特性吧 调整特性呢 是负载电流增大了以后啊 这个粒磁电流 怎么样改变 使得端电压不变 端电压不变 就是这个看看粒磁电流怎么变化的 就这个反应这个特性 它具体呢 定义呢可以这么说 外力或者圆动机脱动转子啊 以每分钟啊 呃 常数 这个常数就是额定转速 旋转 然后呢 每一点 那调节负载电流 每一点调 改变负载以后 每一点呢 都要保证 电压等于常数 这时候 对应的粒磁电流和负载电流变化的关系 啊 那么负载电流实际上就是电数电流 那么我们看一下 由于我们前边两个原因 使得电压下降了 现在我不让电压下降 因为电压是下降的 我不让它下降 是不是粒磁电流要增加吗 这个趋势很容易理解的 实际上 这个粒磁电流增加的效应 就是来补偿啊 电数反应去除用用 和电数 电数电阻的压降 就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调整特性 有的书上 有调节特性 我们就讲到这儿 那么 这个塌力直流发电机的特性 我们讲完了 下面呢 我们说明一下 并力直流发电机 它的特性 所谓并力呢 就是粒磁绕组啊 和电数绕绕组并联 它历史呢 是粒磁绕组呢 是独立的 粒磁绕组和电数绕绕组是独立的 而 并力直流发电机 就是粒磁绕绕啊 为了我们调节粒磁电流 所以我 串了一个 发线电阻 可调电阻 可调电阻 这个叫电微器解放 不叫非压器解放 然后再并到电数两端 并到电数两端 那么这就是定力发电机 这个图呢 画的也不是特别规范 也可以画到这边 给大家说明 因为这边呢 想画一个转速 就是圆动机托动它转 那么这种电机啊 注意 所以我们说呀 这个电机就属于自立式直流电机 自立式 包括创业式直流电机 副力式直流电机 都属于自立式 就是自己发出来电 供自己的词 有这种情况 那么电供自己的词 不是那么简单的 就可以发出电了 它是在一种条件下 所以我这写了 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才可以建立电压的 建压 建立电压 就是我们要用到 并立制度发电机 你像这个发电厂 火电厂 包括一些小型的 一些热电厂 那么他们的发电机啊 一般来讲 像12.5万千万以下的 这个同步发电机啊 它呢 都有粒子机 这个粒子机啊 一般都是并立制度发电机 那为什么要用 并立制度发电机啊 因为我不需要 单独的一个直流电源了 没有直流电源 我才用了发电机 原动机 托动转子旋转 它就直接可以发出电 不是更好吗 所以并立制度发电机呢 用的比较多一些 那么对于并立制度发电机 在实用的时候 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 那么这个发电机电压 能够建立起来 不能够建立起来 那么回答呢 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下 才可以建立起来 所以具备一定的条件 才可以 那么 假定 我们这个条件是 能够具备的 能够具备了 当然要具备 我等会再讲 它的条件是什么 怎么 这个具备了以后 我们然后呢 这个再讲 它的建压过程 建压过程 先讲 这个电压建立的过程 是什么 就是建压过程 首先 这个里边呢 这个电机呢 外力托动它转 转起来以后啊 这个 转子导体啊 切割 这个电机啊 一般用过了 做过实验 它就有圣磁了 圣磁磁通 这个转子导体切割 圣磁磁通以后啊 这个转子导体啊 就感应了一个 圣磁的电视 这个圣磁所对应的电视 当然是不大的电视 虽然是个不大的电视 但是这个不大的电视啊 加在这个历磁绕体上 就这个小电视 有一个小的 这个还不到 这个大的 很小的一个电视 因为圣磁啊 存在的啊 这个圣磁啊 就是凡是这个 贴磁材料 只要磁化过了 尽管是啊 这个 这个电历磁 也就是历磁脑子 通过电流 产生的 磁通 只要给它 磁化过 它就有圣磁 我们举个例子 比方说 我们做真相和 这个针 这个针呢 拿了几个针 然后其中有两个针呢 被这个 吸贴石 我们说永久磁贴呢 吸过了 吸过以后呢 你就发现 这个针呢 把磁贴拿掉 这个针呢 吸过的针 会吸另外的针 就说明它磁化了 这个吸的 它能够吸 就是它带了磁了 带了磁 就是要圣磁 圣磁 磁性材料啊 与其历史有关 历史有关 它磁化过了 它就有点圣磁 就是这边圣磁啊 我们考虑 就是电雅建立的初步条件 就说 那么切割圣磁以后 转速开始上升 切割圣磁就感应了 不大的感应电视 不大的一个电视 这个不大的电视 加在这个粒磁绕组上 就有一个小小的电流 因为这不大呢 电流也不大嘛 可是这个粒磁电流 不大的粒磁电流啊 那么也会产生磁场啊 中学我们讲过电流产生磁场嘛 那么这个不大的磁场 这个不大的磁场和如果说和圣磁的磁场是同方向的话 那么这个磁场呢 就会相互加强了 加强了以后磁场大了吧 磁场强了以后 那么圆动即托动的转子转 转继续转啊 而且还要升啊 这时候它的电压会升高 电压升高 那么电压升高 那圣磁这个磁通不变了 但是它的磁场合成磁场是不断的加强 电压就不断的升高 升高到多少呢 它不会说升高到无穷大 浮 然后呢 把电击击穿 那就完蛋了 不可能的吧 它必须有一个稳定值 就是稳定电压 这个稳定的电压值啊 就是我们啊 说的就是建立的电压的过程已经接触了 那么这个电压的稳定过程结束的 那么这一点 这一点这么解释 这一点这么解释 我来先说明 先说明一下 那么如果刚才的问题你没有交代清楚 或者你没听懂的话 我用曲线来跟你们说明一下 比方说 原动机啊 活动转子旋转 钻了 切个圣磁 感应了一个电压 这个不是空载太星吗 这叫空载太星曲线 那么这个曲线叫什么呢 就叫利磁饶足的那个曲线 利磁饶足的那个曲线什么 电阻嘛 电阻总的电阻是RF 再乘上RF就是它的压价 但是这个RF啊 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存在着电感 由于这个电感的作用啊 它要 什么呢 它不会突变 不会突变 就是从这儿变到这儿 可是如果这儿画的是电阻 电阻这个线呢 是线性的 电感就是非线性的 电感是个元件啊 非线性 电阻是线性的 就是UF 就是利磁饶足的电压 就等于RF再乘上RF RF呢 是利磁回路总电阻 总电阻啊 这是总电阻 在实用的时候呢 就是把它分开了 大线的R下标F 和小线的R下标F 就分别外标 那外传电阻和利磁饶足 本身的电阻 这都行吧 我们这样写简单一些 这是总电阻啊 这是说明是总电阻就行了 那么这个线呢 那么这个线呢 叫什么呢 就叫长阻线 什么叫长阻线呢 我们提个名字叫 啊 磁场电阻线 就叫长阻线 那么这个是欧姆定力啊 UF就等于RF乘上RF 而这个呢 是空在特性曲线 我们把这两个条曲线画一下 它这个趋势是这样的 就说圆动机托动转子旋转 转速开始上升 切个圣磁感应的电压 加在什么了 这个磁场电阻线上 然后就一个电流吧 这个电流是这么多 这个电流这么多 电流产生的磁场就强了吧 加上圣磁 磁场强了 感应的电压也升高了 升高了再加到利磁饶足 它的电流高了 电流高了 那么磁场又强了 所以它这个 产生的利磁电流产生的磁场 和这个 这个本身 它这个磁场啊 是相互促进的 然后 合成磁场大了以后 然后再加到利磁饶足 这个应该画箭头 然后 它电流又大了 电流大了 合成磁场又增强了 然后一次类推 最后到了这一点 稳定工作点 所谓稳定点 就是 这个空在特性曲线 这叫空在特性曲线 和长阻线的焦点 就是我们的稳定 电压的这个点 就是 这个电压的 那么这个 这个值是什么 这个 我们先来说明一下 这个 电压的条件 电压条件呢 我们刚 根据刚才的叙述啊 无非有三个 第一个 就是电机内部要有圣词啊 这个应该用分号来表示 电机那边没有圣词怎么办 没有圣词 你就啊 力次饶阻 接到直流电源上 接一下就可以了 接一下 你就吸铁石 吸入这个针 吸一下就可以了 那然后就磁化 磁化以后 那就圣词了 如果没有圣词 这个电机一般都有圣词 没有圣词 你就这样 把力次饶阻 接到电源上 直流电源 出电池也可以 第二点 力次饶阻 与电数饶阻的并接要正确 或者是句话这么说 力次电流产生的磁通 与圣词磁通啊 同方向 第二句话 力次电流产生的磁通 与圣词一定要同方向 反方向就麻烦了 对吧 第三点 力次回路的总电阻 应该小于剑压式的临界电阻 剑压式的临界电阻 这个要小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什么叫临界电阻 在这写一句话 常驻线与空载特性 相切的那个时候 对应的力次回路电阻 就是我们这个电阻啊 实际上可以把它理解为 你看 这个夹角 这个斜率 这个斜率就正对于电阻嘛 因为重座标表示电压的大小 比如说这个重座标是电压 UF 再除以对应的 你看UF再除以IF 是不是这个电流了吗 电流 这个 这个电阻了嘛 这个电阻啊 就等于UF除以IF 如果说这个斜率大了 就是RF增大了 就是它的斜率变大了 这个曲线的斜率 和这个曲线平行的时候 那么对应的一个电阻值 我们就叫做 临界电阻值 临界电阻 显然我们如果说 这个电阻值大了以后啊 这个斜率就变 变什么了 变到这边了 小了嘛 斜率小了 就是电阻值小了 小了以后 就是大于 电阻大了以后 这个曲线就往这边摆了 往这边摆 就是它有明确的焦点 它就可以 电力电压 如果这个电阻值比较大了 这个曲线 是不是斜率就往左边跑了 跑到这儿 这边电压就建立不下来 只有盛子电压 附近 这个电压就建立不下来 所以 历次回路的总电阻啊 就是RF 这个值 应该小于 尽压式的 临界电阻值 就是尽 小于这个线 就是在这边 就有焦点 就这个字 好 这节课 我们先讲到这儿 休息会儿 休息会儿